接着带您来看到自来水园区的松原一郎 新年的第一档邀请诗书画协会 举办新春书画连展 有八名的书法名家 带来四十多幅的龙年主题字画春联 非常应景又讨喜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来感受磕碎龙年的欢喜氛围 自来水地旧区管理处的松原一郎 113年第一档期 特别邀请到诗书画协会举办新春书画连展 有八位书法名家带来四十多幅龙年主题的字画春联 非常应景又讨喜 我们今年的春连展就是继续 去年我们第一次来这边展览 那今年刚好碰到台水五十周年庆 那我们就刚好搭了便车 今天也一起连展的开幕 那我们这个就是有几位会员 写了很多的字体 那个书法的字体有很多的字体这样子 然后还有画龙 龙的画 那就是组合了将近五十幅 五十幅的千变万化的春联 非常热闹 这样就欢迎民众来参观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会好 那赠送给民众很多的春联 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准备要过年 西书化学会的新春连展以龙为主题 应景的龙年字句 可爱陶喜的龙形图案 活泼创意的排列张贴 让整个松原一郎充满了过年的欢乐气氛 在水公司欢迎民众可以前来参观欣赏 感受赫岁龙年的喜气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